那我們剛才看的那幾個劇種裡面 就是說以職業性的這個戲劇來講的話 那麼從義大利瘟疫復興時期以來 就是最主要的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藝術喜劇 Comedia diante 所以我們看一下Comedia diante 它的這個發展就是從一個巡迴 然後我們有的資料裡面 因為其實早期有很多 它跟很多鄉間的就是發源 或者是巡迴的這種劇團 就是很多資料其實找不到 那我們現有的資料來講 我們來看它的發展 OK 好那麼第一個呢是這個Belco 那麼它差不多在15200 這個時期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是說 它這個時候它是從Pagio 這個地方 那麼這也是義大利的一個城 那麼來的它就是這個地方的人 OK 然後呢它呢就是特別擅長 它自己就是發展出了一個角色叫Rosante OK Rosante呢它是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peasant 就是那種電農 非常非常嫁接從女生的這種沒有受教育的那種香巴佬 然後非常喜歡唱歌 所以它的演出裡面呢常會唱歌 那這唱歌的這個歌詞裡面呢 它就用它自己家鄉話來唱 OK 那麼它唱的歌裡面呢就是它或者它的演出呢 它的演出其實有很多就是是有在嘲笑那種香巴佬 然後沒見過世面的那種狀況 但是它同時呢這個香巴佬帶出來的故事呢 其實也有很多是在諷刺 就是所謂的這個受過教育的律師或者是醫生呢 那麼其實呢他們有很多呢也是只有虛有其表而已 好 那麼有的時候你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它 這個表演 這個表演的這個本身呢 它其實也是會有很濃厚的 我們剛才講的那種國族的那種意識在裡面 OK 好 那麼後來呢它慢慢的就是成名了之後 就很多就是貴族或者是學者 然後對它的這個表演呢有興趣 然後就跟它一起就是合作然後寫劇本 那我們知道Irudita就是屬於學術界的這種劇本 那麼它都是這個這樣Irudita它一定是屬於業餘的 它是屬於學術界的這樣的一個創作 OK 好 那它除了寫劇本還有演戲之外呢 那麼它慢慢的呢也在這些它所認識的慢慢 就是熟集起來了 就是從生書呢到熟識的這些 不管是貴族或者是學者呢 那麼它們自己也組成了就是劇團 那麼演出的方式就用 Camedia Deate的這個方式 那麼它自己本身呢就是所謂的Capo Camico 它自己就是當起了這個團長 那它當然也是這個團裡面呢最會演戲的這個明星 OK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到了16世紀以後呢 那麼有很多這些演出的這些團體呢就越來呢就越 就是它的這個越受到重視它們的存在呢就越來越顯眼 好 那麼這是它的Mizante的這個扮相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Camedia Deate呢它的劇本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就它沒有一個所謂的完整的劇本 好它是一個屬於極性性質 極性的意味非常濃厚的這種表演方式 但是它的極性又不是從頭到尾都是極性 它們都有一些小笑話叫做Lazo 好那Lazo跟Lazi它也這只是單數跟複數的這個問題而已 它就會有一些小笑話 好然後就說有一些小笑話呢 其實你也不見得是說有多陌生 就是說很多跟地方就那種嘲笑相巴佬 比如說口音啊什麼孩子寫字 好像類似像那樣子的就是這種故事 好 那麼通常來講呢Camedia Deate呢 他們演員就是上場了之後 他們剛開始的都是極性 然後他們極性會先扯一些拉哩拉渣的東西 欸就突然之間其中一個在台上的演員 突然想到欸我們好像現在人數或者這個 這個狀況我們可以把一個笑話的這個橋段給放進來了 它就會講它的Q 所以等待大家聽到這個Q的時候 喔我們現在開始要講哪一則笑話了 所以它雖然極性它也不是百分之百什麼都 就是腳本什麼什麼都沒有的 它還是有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就是說這一些小笑話呢 在1611年的時候 就有其中一位這個 這個Camedia Deate的演員呢 Scala 他就把它寫下來 OK 那他所知道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就是劇場人 所以他自己寫下來的大概有五十個像這樣子的 狀況句的這種情況 然後他把它給寫下來 那麼他所寫下來就不只是小笑話而已 裡面就是我剛剛講 他寫的方式比較像是把它弄狀況句的方式來呈現 然後如果會用到什麼比較特別的道具或什麼 他也會在上面注視 然後他也會標示SD 就是有一些動作 OK 那麼Scala呢 他事實上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歷史上面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Giavani 就是梅蒂西家族當中呢 去當了這個教宗的那一位 那麼曾經呢 也請他去幫他到這個 教皇那邊去就是處理 就是這種演出上面的這些事情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 有一些呢 Camediate的這個劇團呢 那麼他們本來就是學會遠出的這種團體 那麼他們到了1570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能見度呢 越來越大 那麼他們不只是在他們自己本身 義大利的這個區域呢 異語區呢非常的這個出名 他們甚至開始 就往外 甚至有巡迴到英國的 有巡迴到西班牙 有巡迴到法國去的 好 那麼我們剛剛也講的 Camediate 他最主要就是兩類型的 兩大類的演員 一個是不戴面具的 不戴面具呢 通常就是在戲裡面的一對情侶 好 那這一對情侶呢 男的就是 條件就是要帥 女的就是要漂亮 OK 那麼他們的名字呢 通常就是也是會固定下來 好 那他們不戴面具 所以他們等於呢 不戴面具本身 等於是告訴觀眾什麼 我跟你一樣是正常人 所以他的表現也是比較正常的 OK 那他們的所謂的正常 基本上在某一方面來看 就是他不需要什麼太多演技的 所以真正需要用演技 需要用技術去詮釋的呢 是需要戴面具的角色 好 比如說Capitano呢 那麼Capitano這個角色呢 他是一個軍人 而且他一定是西班牙的軍人 他非常非常愛吹牛 但是呢 他膽子非常小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出現在Camediate呢 因為 因為意大利他有很多地區 其實在文藝復興的這個前後 然後在文藝復興時期本身呢 那麼他們常常呢 就是有被這個西班牙人 那麼佔領的這種情況 所以在這種被佔領的這些地區呢 當然他就不會喜歡西班牙人 所以他是等於是把他們 對於西班牙人 這些西班牙軍人的不滿 就投射在這個角色上面 OK 好那剛才介紹過的 潘大龍 潘大龍呢 潘大龍呢 他是威尼斯的商人 因為我們知道 威尼斯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業的大臣 所以既然是要經商的 那就是要從威尼斯 OK 好 那麼再來呢 就是有所謂大陀 他有時候叫做Graciano 不管是哪一個 基本上就是念過大學的 就是那種學者 那有的時候 他是以醫生的身份出現 有的時候是以律師的身份出現 那麼他都是從布洛娜來的 因為布洛娜有非常出名的大學 OK 好 那麼在戴面具的角色裡面呢 最大的一宗呢 就是所謂的珍妮 珍妮呢 就是仆役的這個角色 珍妮這個名稱呢 其實最早期的時候是從 這裡來的 在中世紀的時候 那些小鬼 好 那麼這個呢 是彈丁的神曲其中的一幕 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就是小鬼 他的這些打扮呢 其實就跟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詮釋那個小鬼 其實是有關係的 好 那記得那些小鬼 好 這些圖畫他雖然呢 他所要詮釋的是 彈丁神曲裡面的一幕 可是他的整個的塑造 角色的塑造 其實是來自中世紀的這個 連環巨 然後我們知道 木堅 巨的時候 那時候連環巨的木堅巨 就是把這些小鬼 從那個地獄口放出來 然後他們都有這個 像棍子 像叉子的東西 然後就到處亂戳人 然後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的就是在 淡丁的神曲裡面 他在地獄裡面 然後戳那些犯罪的人 就是犯那個七大罪 那個貪吃 貪婪 就是那幾個 七大罪還有什麼 色域太高的 那些 然後他就在這邊 懲罰他們 OK 那麼這些角色呢 他就叫做珍妮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這些仆役的角色呢 他其實跟那個角色 他有一個特性蠻類似的 就是他們都是蠻鬼靈精怪的 那種類型的角色 好 那我們看到 珍妮的角色 他早期跟晚期的服裝呢 是有一些些微的不同 早期的時候 是比較像這一種的 好 就是身上那個補丁 那這表示呢 就是他們的主人 通常不是 Graciano呢 就是那個Pantelon 對他們都不好 他們非常的刻薄 他們非常有錢 可是呢 都是那種很小氣 好 所以他身上會有那麼多補丁 可是你會看到 越到後期 他的補丁 就會越來越整齊 就到後來 變成這樣子 就是 就好像是布料本身上面的 花紋彩繪 然後他不是三角形 就是這種 集合的圖形 集合的圖形 他就是菱形 OK 可是事實上 他最早期的時候 其實意思是表紗 身上補丁很多 然後他的這個主人 給他的這個待遇不好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很快的帶過去 因為我們在善無病生命的時候 就戴過 這是Pantelon 他是戴面具的 然後全身是穿紅衣 然後他會有一個 外套 然後就是鞋子 黃色的這個鞋子 OK 然後這個是Zanny 就是浦怡的角色 好 浦怡的角色 一定都有這一根 這一根叫做 slap stick 好 它是一根棒子 幹什麼用的呢 有時候仆人做錯事了 然後要給教訓 所以就 欸 主人你打吧 OK 那麼當然 演員來講 演Zanny的 他當然不想一天到晚挨打 所以事實上 這個棒子裡面是有器官 他其實是兩片木板 所以打的時候其實不會痛 就是愛打的 只是那個兩片木板 互相撞腳 啪啪啪啪 那個聲音很大 OK 好 那麼 這個slap stick呢 就是都是這種Zanny 這種浦怡的角色 尤其是男性角色 女性的浦怡 倒不見得會戴喔 都是男性的角色在戴的 然後他們做測試的時候 就要挨揍 那麼他們有時候 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他其實只是一個道具了 舞台上面的slap stick 但是當然 他既然演這個角色 然後挨揍的時候 當然能夠不挨揍會更好 他也會想盡辦法 讀棍子啊或什麼的 所以就會有一些打打鬧鬧 他並沒有什麼太深沉意義的 就是只是笑笑鬧鬧鬧的那種場面 所以到後來 slap stick這個字 變成劇場上的一個專名 我的名詞 就是那種插科 單純的插科打混 他沒有太深沉意義的表演 就叫slap stick 就是這麼來的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浦翼的角色有哪幾種 他又可以再細分 好 那麼最歡迎的一種呢 叫laccino 好 那麼我們剛剛有講到 藝術喜劇的這些劇團 他是到處去巡迴 到處去演出的 所以有一些呢 就是巡迴到了 英國去了之後呢 那麼他們名字 好就是 根據地方的方言 比較容易記的 就變成了hollow queen hollow queen這個角色呢 到現在你的英國劇場裡面 還可以看到的 ok 尤其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12月了 ok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也是找個禮拜五 我們就可以看他的那個 hollow queen的 他那個表演的 片段 ok 好 那麼這個浦翼的角色呢 通常他是聰明跟笨蛋的集合體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既然這個浦翼的角色 然後 這個主人嘛 尤其是老主人 又非常非常的這個 刻薄 所以他總是想要 想辦法 生存下來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鬼點子 然後這些鬼點子 不見得各個都是 就是 真的是合用的 真的是能夠符合現實狀態的 好 所以他常常被形容就是 他是這個 機靈古怪 可是同時呢 他又是非常愚蠢的 所以他常常也會挨揍 ok 那麼也 Alecchino這樣子的角色呢 他有一個 呃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他要很會跳舞的演員 而且這個演員 通常來講 他也要有幾首雜耍的這種本領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他身上 那原本是補丁的東西呢 到後來變成身上的幾何花紋 好 那他身上的幾何花紋 最主要就是 綠色 藍色跟紅色 這三個顏色為主 ok 好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也是 就是珍妮的這種角色呢 好 下面其中的一個 好 就是 呃 Poncinello Poncinello 其實我們在 烏冰森營也有介紹過 比如說他不是 仆裔的角色的話 那他有可能會是一個 就是旅館的老闆 那基本上 Poncinello是很胖的 很愛吃的 好 這樣的角色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 仆裔的角色 通常他也是仆人當中的那個厨子 就隨時會跟食物非常非常接近 然後他通常來講呢 是在 呃就是他很笨 很愛吃很胖 好 然後常常會想要偷懶 或者呢 他做錯事的時候 都想要嫁禍給Arlachino 好 那當然最後故事的結果呢 他都會被人家倆 就是抓包 然後受到處罰 ok 好 那如果他不是仆裔的角色的時候呢 那通常他就是開旅館的 好 好 這個角色呢 同樣的 到了英國之後 他變成Punch 好 因為英國人 不想記那麼長的名字 這句話就是Punch Punch 好 那像這個也是到現在 這樣的表演 這個角色的表演 都還存在的 好 那麼Punch這個角色 比較特別的一點呢 他到了英國之後 他已經不是一個舞台上 一個活人 一個演員去詮釋的角色 他變成一個傀儡戲的戲偶 然後他的那個特色就是那個英勾比 好 那目的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是從 意大利開始 所以意大利人在這個文藝復興時期 整個時期下來呢 對於其他地區的人來講呢 他代表的是什麼 就現在 如果跟你講巴黎 跟你講法國人 你的反應是什麼 差不多就是這樣 OK 好 所以呢 英國人其實基本上 英國人他們是非常排外 而且非常仇外的一個民族 OK 所以當然英國人基本上 英國女孩子 也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呢Punch其實呢 這個傀儡戲他的目的 傀儡戲會是誰去看的 絕對不是那種高等教育的 都是一般的 小包百姓 那麼Punch的這個角色呢 在傀儡戲裡面呢 他已經娶了一個 英國太太 叫做Judy 然後你最常看到的戲碼呢 就是 呃 Judy呢 跟他有個小孩 然後Judy可能要出去買菜 然後就是說 小孩子就要請Punch 幫他照顧 那Punch幾乎是沒有講話的 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不會講英文 OK 然後 所以每一次溝通 用正常英文講話的 一定是Judy 好 所以他要出去的時候呢 最常見的戲碼 Judy要出門了 然後就會跟小朋友講 就是跟觀眾講 我現在要出門囉 然後你們要看好這個 Punch先生 不可以讓他欺負小朋友 不可以讓他欺負小嬰孩 然後他要出門 然後小孩子一定會跟他說好 好 然後 當然呢 Punch不會等他太太離開多久 就要開始做壞事 所以他一開始做壞事的時候 觀眾不是剛剛那小孩子都答應了Judy 就是答應了那個太太要幫他看小孩 他就會馬上叫 Judy趕快回來 Judy趕快回來 然後Punch在幹什麼做什麼壞事 然後每次當然等Judy跑出來的時候呢 Punch又回到 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重複幾次之後 一定會被Judy抓到 Judy抓到之後 就要開始找人來幫忙 他會把警察找來幫忙 把誰找來幫忙 然後去治這個Punch 最後Punch真的太壞了 就會打下地獄 但是他在地獄呢 大鬧地獄之後 魔鬼撒旦最後會覺得他太壞了 所以把他送回人間去 我受不了 OK 這就是來自於中世紀 還記得你所謂的vice figure 就人類其實人性是更可怕的 所以其實在中世紀的時候 vice figure他最後為什麼要叫做這個vice loaded呢 其實就是演魔王的那個 因為演那些小鬼的其實常常會是小孩子 他到後來實在是管不了 好 算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也從那個 他實在太壞了 好 算了 送他回人間去 所以你就看到Punch最後結尾的時候 他一定就是從地獄就回來了 好 我又回來了 OK 好 好 那麼其實原來的目的呢 是在於警告 就是說這些英國的這些 鄉下的這些女孩子呢 就是說你不要就看一個外國人 然後欸 彈度什麼的 好像很文雅 就被人家騙了 好 其實呢 其實呢 這些 就是Punch跟Judy 好 這就是Punch跟Judy OK 所以這個就是Judy OK 所以這個就是Judy 好 然後我們再繼續到 E jealousy 好 那麼這是一個劇團的名稱 他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一個呢 是他們對於戲劇表演的一個熱愛 他另外還有同樣一個字的這個相關於 就是他們表現得真的太好了 所以都會讓人家眼紅跟嫉妒 OK 好 那麼 這一個劇團呢 他是在 可以說是所有的 就是這些藝術喜劇的劇團當中呢 那麼在歷史上呢 留名 就是最有名的一個 OK 好 那麼他的團長是Francisco Andriani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呢 他進入這個劇團呢 他是演那個不用戴面具的巨男角色 可是巨男是演不了一輩子的 所以他為了要繼續待在劇團裡面 他就必須要找一個戴面具的角色 他要去揣摩 好 然後真的要能夠精通 所以後來他就選擇了就是Capitano 好 那個角色 那麼他的太太 Isabella呢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演的 當然就是那個美女的那個角色 就他就演一輩子 OK 那麼他除了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去傳視這個角色之外 其實Isabella還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他 是一個寶毒師說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詩人 OK 那麼他所帶出來的這個 所謂美女的角色 到後來你就發覺呢 他跟前期的 藝術喜劇 這個不戴面具的這個美女角色 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自己本身很有文才 所以連帶他詮釋的角色 跟別人的這個 不戴面具的美女角色不一樣 就是他表現出他的不同的 他的氣質跟他的才華 OK 好 那麼他們的這個劇團呢 是亨利四世也就是法國國王 最欣賞的 OK 所以亨利四世曾經呢 就請他們到法國就是 遇前表演 OK 那麼也是因為他們 所以後來呢 就是法國 他們的這個 呃 國家的這個 就是所謂公家的這個劇團裡面呢 國王的這個 所專屬的劇團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 為什麼後來會變成 意大利 就是 藝術喜劇 好 就是因為他們的表演 真的非常得到 就是亨利四世的這個欣賞 好 那麼藝術喜劇呢 不管是在 意大利這個地區 或者是在法國 他一直要到了 18世紀 然後我們才看到 他的這個衰退 他的這種 盛況開始衰退 那麼他衰退的一個 原因呢 其中一個就是他們的 這幾個角色 這麼幾百年演下來 都沒有改變 所以當然 他的觀眾慢慢會膩了 而且呢 沒有腳本的表演 到後來會變成呢 就是做這種表演 到後來就是明星智慧變得很重要 然後演員本身 會那種自我膨脹的很嚴重 所以到後來變成 當明星 比戲 把戲做好戲的品質 還要來得重要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就是 Isabella 所以為什麼 這一個女性角色 到後來 有的變成Isabella 就是為了要紀念她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耶穌會的這個 建立 好 那麼在中世紀末期的時候 我們有講過 中世紀的末期呢 其實我們還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基督教會 他的這個 控制的能力 開始越來越不容易了 那麼一方面呢 當然就是有受到教育 有知識的人呢 他開始會對於 教會所說的話 所做的事情呢 他會有所懷疑 一方面這些人 能夠認輸 能夠看 看字 能夠認字 能夠念書了之後 他自己看了 聖經他也會有一些 就是 教會所講的一些教育 他也會有所自疑 OK 好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 你可以看到呢 就除了所謂的這個羅馬教廷 教派之外呢 有很多新教的這個 產生 新教他們就會有 他們自己 然後怎麼樣去詮釋教育 怎麼樣去詮釋這個聖經 然後 有所不同 好 那麼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教會自己本身 好 那麼 這個教會自己本身呢 舊教派呢 其實他們也慢慢意識到 就是說 他們如果 不往前進 如果不做改革的話 他們真的很快 也會被百姓 被一般人呢 給唾棄 而且現代性的教派這麼多 OK 所以 耶穌會的建立呢 最主要是 為了要挽回 好 就是教會他們自己的 這個 你要說他的面子也好 好 你要說呢 他是要挽回一般百姓呢 對於教會的信心也好 好 好 那麼 耶穌會裡面呢 當然一個呢 就是說他們要傳教 當然 已經曾經使用過的這個戲劇呢 對他們來講呢 他們當然也不會放掉 所以耶穌會他們自己本身的學生呢 那麼他們也會繼續維持 就是所謂宗教劇的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那我們剛才講的 Isabella她的兒子呢 那麼既然母親這麼的有文才呢 當然她的兒子也不差 所以她在1613年的時候呢 還為耶穌會他們的這個演出呢 寫了這個聖人劇 就是以亞當跟夏娃為題 好 這個是他的這個標題頁 我們說過標題頁 通常來講 它都是有圖的 圖呢 通常是大概跟你表達一下 就是他們的場景佈置表現方法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亞當跟夏娃 然後這邊 智慧的那棵樹 智慧果子的那個樹 然後這個是魔鬼 好 就是他以蛇的這個身形 然後盤在那個樹上 好 那麼在他們所寫的戲劇當中呢 除了來自於聖經 剛才那個例子之外呢 那有很多 他們就是以所謂的聖人 就是寄去所謂聖人劇的傳統 那他們的聖人呢 通常來講 就在當時來講 是比較現代的 比如說呢 是蘇格蘭的這個馬力皇后 好 那麼為什麼要把蘇格蘭的馬力皇后 封為 就是教會要把它封為聖人 因為蘇格蘭的馬力皇后 她其實是 就是舊教派的 好 那麼那個時候呢 我們知道其實從亨利八世以後 英國他們就創立了新教派 就英國國教 好 所以他們就跟舊教會呢 就切割了 好 那麼馬力皇后呢 她是被誰害死的呢 伊莉莎白也死 他們也是在爭奪王位這時候 所以呢 在舊教派 在教會的這個眼中呢 就把她設立成為了 這個所謂的聖人 然後她的這個死亡的這個過程呢 其實講白了 應該是政治鬥爭鬥輸了 可是現在就變成了 她是去殉教 那另外一個就是Thomas Moore Thomas Moore呢 她本來是就是 亨利八世 她宮廷裡面的其中一名大神 她是反對 就是國王跟舊教派 切割 反對她離婚這些事情的 結果後來也被殺了 所以這些人就變成了 就是新的聖人劇的這些題材 好 那麼當然呢 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知道意大利的歌劇 她也在逐步興起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也是利用對話的 這些耶穌會的這些表演呢 她也開始 越來越大量的採用 就是這個音樂的這個元素 好 那我們看到 即使是文藝復興 我們看到劇場重新建立了 然後職業的演員 然後職業的演員 重新回來表演了 可是並不表示 他們呢 他們呢 在社會上的地位 也同時恢復了 在這一段期間呢 就是演員 這些大明星呢 他們也許 可以就是賺不少錢 然後可以跟這個 王公貴族打交道 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 還是非常非常的低 他們還是相當於賤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才有講到 其實歌劇的興起 就是我們所謂 文藝復興的這個結束了 那麼這一個 開始跟結束的點在哪裡呢 就是在 Mont Verde的作品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Mont Verde的作品呢 就是我們這邊介紹的 就只有他兩個 其中兩個的作品 一個是Papaya 好 那麼另外一個呢 是Ophiel Papaya 他的取材呢 其實是羅馬的這個歷史 哪一段歷史呢 尼路亡 尼路亡應該你們都會很熟悉了吧 就是那個火燒那個什麼 暴君焚乘路的那一個 然後他的老師也很出名 Synica 還記得他 好 那他跟Papaya 是什麼關係呢 有人知道嗎 Papaya 是誰 Papaya 本來是他的大臣 其中一位大臣的老婆 可是他看上人家老婆 所以就把他的大臣們就幹掉 可是他自己也有老婆 所以乾脆也把他的老婆也幹掉 所以他就可以取新的進來 OK 好 那麼在這一齣戲裡面 倒沒有講的就是琢磨太多 就是誰把誰幹掉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呢 Mont Verde呢 雖然他取材是取材於這一段歷史 然後尼路呢 他的男主角呢 也是歷史上的 就是罵名 這個罵名滿天的這個暴君 但是其實Papaya這一齣戲 本身他所琢磨的呢 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就是Papaya跟尼路之間 OK 那麼在這一齣戲裡面呢 他就採用了很多就是其他劇種的這個元素 那麼最明顯的一個呢 就是Papaya他身邊有一個貼身的奶媽 那這個貼身的奶媽呢 就是從Mont Verde他的這個戲演出開始呢 都是由男扮女裝 那麼這個傳統其實呢 那麼在藝術喜劇裡面也有 就像Fancesca Fancesca他也是屬於仆裔的角色 但是她是一個女性 通常都是中老年的一個 仆裔的這個女性 那麼常常呢 這個女性呢 是一個就屬於那種喜劇 喜感很重的 所以通常都是叫成年的男演員 然後來反串演這個角色 那麼這一個 就是傳統呢 在Papaya這一齣 就是歌劇裡面呢 她也把她給保留了下來 OK 那麼另外呢 她還從就是所謂的田園劇裡面呢 借了一個什麼傳統 她裡面呢 還有就是Chupiter 就是 呃 跟梅德 然後他們就是打賭的這個傳統 那我們知道Chupiter 她其實是屬於神話 她屬於田園劇的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田園劇很多都是愛情故事 所以常常都有Chupiter的這個出現 OK 那這個呢 是她從田園劇借來的角色跟傳統 OK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呃 從Mont Verde開始 她的這些歌劇有很多呢 其實就是她那種大雜彙 然後把以前的 呃 田園劇的傳統 以前的Commedia Deiante 藝術劇的傳統 她就把它拉進來 就把它拉進來 她只要覺得好用 她就把它拉進來去使用 OK 好 那麼當然最後呢 哈佩亞她就是登基成為皇后 OK 所以是呢 這個愛神呢 Chupiter她就是打賭 她賭贏了 好 但是很耐人詢問的是 這個歌劇最後結尾是說 只有 神知道真正的結局 因為我們知道 帕佩亞在她就是被這個尼路 封為她的這個 呃 往後之後沒有多久 然後因為她的這個暴政呢 就引起人民的反感 把她推翻 好 那不只是尼路 就是死在 這一場就是 呃等於是內亂當中 包括帕佩亞 好 也被臨死 就是被百姓 然後臨死自死 OK 好 那麼她的另外一出呢 就是歐菲爾 好 那麼這個就是奧菲斯的這個故事 我們之前有提到 奧菲斯 她就是到地府裡面去 然後希望把她的這個 死去的 妻子找回來 OK 那她第一次的演出呢 是在嘉年華的時候 就是在Montia 這個城市的嘉年華的時候 那麼第一次的演出 好 那很好玩的一點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歌劇她本身 她其實是巴洛克的一個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表現方式 所以從Mont Verdi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了巴洛克 她是就是所謂歌劇的這個 你說她要創始人 也好 OK 然後當然她這幾出歌劇 是一直傳唱 一直到今天 那很好玩的就是她的奧菲爾 奧菲斯她本來是談七弦琴的 可是巴洛克時期呢 最具代表性的樂器 很抱歉是小提琴 所以 連奧菲斯她在戲裡面的樂器 也得換一換 1 2 3 是這個grave 就是正統 OK 就是從Melanda 跟Melanda 然後Terence 這一個 傳統下來的戲劇補出的 可是像這個的話 我剛才講過 其實Kommedia diate 她本身她就是 也是一種即興演出的 Valenska跟Erudita 一個很大的差別說 她雖然都有 學術界的介入 可是Valenska 學術界的介入 她是去保存 一個鄉土的表演 OK 可是Erudita的話 她是 這些學術界的人 她們所創造 創作出來的新戲 她並不是去保留 一個原有的東西 是這個差別 那她叫Valenska 是因為 這個戲 她就是屬於鄉野 鄉土的 這種劇種 或者是戲劇的表現方式 而且 照理說就是 她甚至演出的時候 她都不鼓勵 就是說 你又去弄什麼 新的表達方式 表現方式 她就是要那個東西 所謂原汁原味 去呈現的東西 她就是保存 然後 保存下的東西 然後來做研究 對 這個意思就是 即興演出 Kommedia diate 基本上她是一個 即興表演啊 只是說她有的時候 會採用一些想像 基本上 Kommedia diate 也沒有劇本欸 如果我們所謂的劇本 就是你們平常看的 那個有頭有尾 有中間的那個東西的話 Kommedia diate 也通通都沒有喔 它都是即興 所以我為什麼用黑色的啊 就是告訴你是說 這個東西只是後面 後半段只是告訴你 它的特色是什麼 可是真正變成一個劇種的話 我才會用 紅字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劇種的 所以它全部都是喜劇之 它裡面有就是分路 就是 基本上Kommedia就是戲 它是戲 它是戲 它不見得就是非是許劇不可 它最主要就是戲 那當然是以戲 劇之 就是劇多 但是它不是百分之一 嗯 但是它不是百分之一 嗯 木堅劇 木堅劇 田園劇跟木堅劇 基本上它原本 就是並 就是說怎麼講 木堅劇 好 木堅劇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文藝復興的人 他們去看希臘的這個戲劇的時候 它不是有歌舞隊的表演 歌舞隊的表演 它又跟戲本身它的情節發展 它是可以抽離出來的 它沒有百分之一百切合的那種關係 所以他們自己已經經過整個中世紀之後 他們就把這個東西 然後等於是把中世紀的那個木堅劇 就拿來做一個對等的看待 那中世紀的木堅劇就是說 他們在換場景的時候 尤其那種廣場的一個一個Mansion 然後你中間都會有那個空檔 那麼那個空檔就很怕就是說觀眾會跑掉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會有一些小戲的演出 這個小戲也是跟它這個 連環劇它的內容 它不會有什麼相關的 它是可以抽離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覺得這兩個東西就好像很對等 所以在那個時候叫做木堅劇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歸在一起 然後都叫做木堅劇 OK 可是等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這種表演方式越來越走向 唱歌、跳舞、雜耍這樣的表演 它就變成說有它自己的一個特色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同樣叫做木堅劇的東西 在不同的地方 它會有不同的表演的這個特色 比如說在西班牙的話 它就很喜歡用鬧劇 或是在就是其他地方 它會有不同的方式跑出來 OK 那麼這些東西 它只要是在換場場跟場之間 原本是從這個衍生出來的 它就叫木堅劇 所以它是木跟木之間 換場的時候表演 但是後來它被抽離出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就變成一個 獨立表演的東西了 就像我剛才講到說 今天如果 你在貴族的家庭 你有外賓來 然後你要做表演 可是是在 宴會當中 席間的一個表演 你總不好意思表演 一來到兩個小時 一個完整劇本 然後賓客本來吃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停下來兩個小時 然後在那邊望著 你的食物不能動 對不對 所以它就乾脆把木堅劇 插完 木堅劇就都很短啊 它只是一個等於電檔的東西 OK 所以這也是 後來木堅劇到後來就說 它還叫做木堅劇 可是它已經不是在 木跟木之間表演了 它變成一個獨立出來的劇種了 好 這是木堅劇 好 那田圓劇來講 它一開始本來是要去 復興所謂的set of play 然後set of play 我們知道它很少 我們只有一個完整劇本 結果後來等到 新古典主義提出來 然後他們大家呢 看到了詩學 亞里斯多的詩學翻譯出來的時候 然後發覺 我們所復興出來之前的那個set of play 好像不是那麼回事 所以呢 它就把他們自己的那個東西 就叫做田園劇 OK 那麼當然就是它跟set of play一樣 因為它的既然它的這個歌舞隊 通通都是半人半樣 所以它的場景 他們都設在哪裡 都是在田園當中 所以它那個場景還是那種小溪流 還是有很多的這個 妖精啊 水妖啊 山精啊 這些的這個出現 OK 所以它的場景 就是那樣子的一個場景 是固定下來 它的故事就是要發生 像這樣 所以它裡面的故事 就有很多什麼 牧羊人牧羊女的這個戀愛故事 OK 那這個是田園劇 OK 可是到後來田園劇 我們看到 從這個新古典主義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雖然它要復興的 應該照理講 喜劇跟悲劇應該是最大眾 可是他們不受觀眾歡迎 抱歉 受觀眾歡迎的 反而是田園劇 OK 那麼田園劇又跟 我們所謂的木堅劇 那種唱歌跳舞雜喘的那種表現方式 它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 然後歌唱的這個分量越來越重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歌劇 那這是義大利式格局 我們知道到後來 Opera這個字 其實在文藝復興 是使用的非常腐爛的 所以義大利式的格局是這樣 可是同樣叫Opera的東西 它在英國又不是喔 它又是另外一個東西啊 它跑到法國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好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煙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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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racted那個 你是要那個字還是要怎樣 田園劇發展到後來 就是田園劇 因為它還是用對話的方式 OK 那麼 慢慢的田園劇也不吃香了 大家喜歡歌劇 那田園劇這個現成的腳本 就被歌劇拿去 作為歌劇的腳本 所以Opheo就是一個例子 它本來是一個田園劇的腳本 然後被Montverde就是 欸 譜了去之後 然後變成它的歌劇 又變成一個東西出來 一個翻新的東西出來了 OK 那麼 歌劇的演出裡面 就會有一些女性的這個角色 好 那麼女性的角色呢 就是在過去就是歌劇的劇種 還沒有確立的時候 我們一直到Montverde 好 那麼如果有歌唱的角色的話 那通常來講呢 就是會叫 所謂的高級 交際化劇 就是Courtism 它來演出這樣的一個角色 OK 那這個會讓教會 非常非常的尷尬 因為教會不喜歡呢 這種表演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知道 教會人士其實在當時 也算是達官貴人 所以他一定會去這些 貴族家裡走動啊或什麼 然後你這邊表演的時候 然後突然這個女性角色 跑出來一個哭 這好像不太合體統 所以呢 為了這一點 所以就是說 女性呢 又不適合 拋頭露面 所以乾脆就把它改成 煙靈來唱 來演這些角色 OK 那這個是已經到 巴洛克時期了 就是17世紀 然後到18世紀 18世紀 這種情況 煙靈 使用煙靈的情況 還非常的普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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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